五月上旬多伦多 今天来看看这个多瘦地备植物 看到这个花店里的植物啊 有的时候就会激发我的灵感 就让我开始想象 这么一盘子 这么一盘子啊 价钱不错啊 14块9摩8 颜色丰富 里头有几个品种 看看 这是景天 这个不同品种景天 这也是景天 这个不认识 是不是景天八成 好像就是这些 还有蓝色景天 景天托盘 让我想起什么来啊 你看它这里长得肥肥大大 是不是肥大 这种多瘦地备植物耐寒的 其实耐寒不耐寒 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耐旱 可以少浇水 这个算是常识来的吧 但是呢 你知道吗 我的观察 常识告诉我们 它耐旱 但是呢 实际上 就是有差别 什么差别呢 你看它这里头 这里土非常湿 提力线 非常沉 而且长得这么大 都是得益于 它水充足 另外一个 长得这么肥大 它需要高温 高温它才生长 在大鹏温室里头生长 是没有太阳直晒的 在没有曝晒的情况下 高温的情况下 水充足的情况下 长得飞快 长得非常的厚实 因为我以前见过 种的就是没水 完全干 暴晒 暴晒直接太阳晒的 种在砖位旁边 缺水 暴晒的情况下 它反而会长得稀稀拉拉 没有这么贸易 所以我的结论是什么呀 如果你想让它快速生长 铺满一块地的话 这回去肯定要分灾 你种在一起也行 不管 通常要是我拿回去 肯定要分种成几小块 然后让它长大 慢慢的合并成一大片 你要想让它快速生长 那么在阳光充足 温暖的天气里 多给它浇水 甚至于天天浇水 另外一个是颜色 你发现了没有 你要是现在种在地里头 在家里种在地里的话 它没有这么鲜艳的颜色 我们知道 这也是一个常识来的 就是多肉 想要让它给它染色 有两个条件 第一是温度低 第二是阳光充足 是不是这样 它为什么这么漂亮 它先在大棚里 把它养肥了 然后拿到外头 太阳一晒 现在五月 这是四月份 他们就 四月下旬就上架了 这个是 那么从苗圃出来之前 从苗圃出来之前 它先从温室里头 放到户外 太阳晒 温度低 四月份温度还挺低的 一下就给它染色了 漂亮吧 这就是 快速提高它的颜值 而提高它的价值 怎么样 你听我这个胡说八道 你觉得有道理吗 有经验的人给说说 苗圃的人 苗圃的人不会看我视频 欢迎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